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下 婴友宜发展和玩具的关系 婴友宜是0至3岁 即是0个月至36个月 有时你见到玩具都会分开3岁以上 将来是安全标准 今天我希望讲一下它的发展和玩具的关系 首先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有一个学习三角形 学习三角形讲到有体能、智能、社交发展三大范畴 而初生婴儿我今天讲0至6个月 它大部分都是与体能有关 即是它的触觉、听觉、视觉 我开始由这儿讲起 首先要讲就是触觉 婴儿一出生的时候 妈妈就揽揽揽揽揽 其实她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已经被包围住了 所以她很喜欢人揽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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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早在1950年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实验 叫做Harry Harlos 这位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我会给大家一个连续 你看下面的连续 你就看到了 它实验说什么 原来她将那些婴儿猫猫给了两个妈妈 一个妈妈是用一些铁线和木做的 另一个妈妈也是很简陋 但是用布包围住这些木 那个猫猫和木的妈妈 即是铁线的妈妈 多数是在那里住的 但是当那个小猫猫猫 你看过那个实验 原来对她没有感情 除了要吃东西 有个奶摆在那里 她冲过去之外 其他的时间 她也是即时走去那个房子的妈妈 可想而知 其实动物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需要一种温暖和舒服的感觉 你给食物它的时候 她只是很短暂跑去铁线的妈妈 我们做妈妈的温暖的感觉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选择第一 在触角方面 尽量给一些柔软的暴雷的玩具 亦都可以增加她的自信心 那些连续里面 我真是希望你进去看看 你就明白 为什么暴雷玩具是这么重要 对小朋友初生婴儿 那么好 对小朋友 对小朋友 我把你做的 在小朋友 看一个小朋友 对小朋友 对小朋友 趁火